这个程序已经讲到就是说 得到这个数字了 给它接下来了 转换成二进制的代码了 下面应该干什么呢 应该把歇敲进去的数字乘以10 然后再累加后面的 那么我们做乘法的时候 就是MUL指令这些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数是在累加器里头 那么累加器呢 所以一定是在AX跟CX相乘CX里放一个10 不能把10放MUL10不行的 它一定是要跟这个继承器相乘的 所以要把这个10要放到继承器里头 然后呢另外一个成数一个倍成数 一定是在累加器里 那么C超过的数在什么地方 来在这个 然后交换一下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说一下吧 就是C介入的数给它送到BX的 C介入的在BX BX给它就是C介入的数 C介入的数呢 我们已经给它存在BX里头了 然后呢用条交换语句 给它送到AX 应该早些介入的要去乘以10 我先给它送到AX里头 然后呢再乘以这个 乘完以后呢 这个结果给它 又给交换回来 乘完以后的累加的值 在 结果应该在什么里头啊 这个乘了以后 做乘法 应该在DX AX里是吧 这个是 结果 应该是在 DX AX 中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数线了一下 小语 655 小语等于65535 所以DX里头一定是0 所以我们就要了一个AX 是吗 否则的话两个数相乘 就会大于AX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现在的AX AX给它呢 这个呢 结果 又给它送到 乘接了BX里头 是吧 所以累加的接 放到BX 下次我们要乘的话 是新介络的数字乘以10 所以把累加的结果 又给它交换一下 交换回来以后 就是可以这样 那么 然后呢 我们把 承接根 敲进去的数相扎 扎了以后呢 就不断的累扎 最后就Get 又跑到前面去 再接收第二个字 所以就这几条 赏外大家想一想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程序 第二个程序呢 我们说就编成 子程序的形式 子程序一 这个开始是吧 程序名是DECIBIN 最后也要一个DECIBIN ENDP结束 然后这个 如果这个是非 0到9 就推出去了 是吧 就退出 实际上这个程序呢 还可以编得更好一些 你要给它 看看是不是给把它显示出来呀 还可以再限制一下 其他的条件也可以啊 我们这是 就是假设你抄的 假设抄别的也行的 这第一个例子 代码转换 我们 再看一下 第二个例子还要转换了 我们已经转换好了 借进去的 送到BX里 转换成二斤之数 现在呢 把这个二斤之数 再转换成16斤之数 显示出来 所以第二个程序 就是这程序 到了编程 也要 也要读一读了 是吧 你们 譬如要熟读 唐诗三百首 你们都会写唐诗 这个程序 熟读很多的程序 自然会编程 第二个例子 书上呢 可以参考一下 例 四六九 这个就八 四六九 一百七十六页上的 八BX BX我们刚刚已经转换成二斤之了 中的 二斤之数 二斤之什么 我们刚刚讲385 三乘以十 加上什么什么 这个 放在计算机里 它就是 1100 1010 这样的形式 是吗 我们是认为它二斤之数 要把二斤之数 转换成 十六斤之数 比如我们的六五五五三五 就转换成十六斤之数 是FFFFH 并在 我们的CRT上 显示出来 这个程座 这个程座呢 我们也是给它写成 指程序的形式 你们想想看 一个BX 集成器里头 它可以转换成最多是四个 十六斤之数 是吧 十六斤之数字 那么我们下面呢 也给它分析一下 先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再给出程序 你们自己编的也可以 我们这个数字是在这个里头 一个BX 集成器 这个是B1 B2 B3 B4 这两位是BH 这个两个十六斤之是BR 就BX集成器 如何来得到四个十六斤之数字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B1 B2 B3 B4 让它左移四位 就把这个 比如我们说要判断 1的个数 你可以移错点 统计一下 是1吗 不是的话 再移 这个是一个金卫位 给它左移四位 所以四位呢 就是每一次都到金卫位 同时又循环移到最低位 移了四次以后 所以BX里头是存的一个 存四个十六斤之数 实际上呢是二斤之的 二斤之的是吧 这是原始的数字 这是原始的数字 然后呢 我们就是小循环 左移四尺 大循环的话 这就变成了B2 B3 B4 B1 左一四次以后 这个B1跑到最后去了 然后我们呢 然后我们呢 再把这一点 接下来 这是B4 B1 给它送到AR 到哪家去 它就好处理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显示 一个是流进之数 这个B4 要给它去掉 它是吧 所以现在呢 就给它 用一条余指令 这个B1 AL 送到AL 然后接 D4 第四位 接下来以后 这个是变0 这个就变B1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B1 接着呢 应该变成ASK 才能显示 是吧 送到CRT去 一定是ASK ASK 应该怎么变 变成 应该做什么操作啊 加30H 或者是 加上 37H 就变成了 ASK 所以我们获得了一个数以后 为了要变成ASK 加上30 是吧 不过说5 35H 为什么要加一个37啊 因为 它 你们说为什么不会变37 要加 或 这个9的ASK 是39H 是吧 然后 数字9以后 下一个数字应该是什么 A的ASK A的ASK 是41H 41H 41H是吧 中间就7个 3940 41H 39不是39以后就要上当了 说啊 应该39以后不是40啊 应该是多少 是吧 是吧 就是 初期末做对战操作好多人 他就算成39 3A 3B 3C 一直到41H 所以 如果说是字母的话 要再加切 这个字母是数字0A到F 所以 所以 加39和30H 这个我们把设计思想 写了一下 然后 再编成 纸程序 那么我们的程序的入口 假设BX里头 已经是二锦子数字 刚刚借进去的放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呢 就写这个 就BX已经有数了 我们编一个这个程序 B1 H1 X 这个是二锦子 再坏成 HX 16锦子 那么我们也是叫 Plock Near 刚刚得到了 行不行啦 我刚讲了一半 这样得到了一个B1 是吧 为了要求的一个B1 应该是左移四尺 对吗 这是小循环 然后为了要得到B2 B3 B4 应该这样的操作 再做四次 大循环 得到一个B1以后 然后 你的个数是四次 要求B1 B1 B3 B4 次数解1 再去做这样的操作 所以循环里头 套循环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 要设计一下循环次数 CH4 这个是我们叫它大循环次数 次数 这个次数是什么呢 要得到四个十六斤之数字 哇 嗯 就是 不写了啊 就是 四个十六斤之数字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小循环 来刚刚做的这个操作 Rotate 要循环 左移四次 应该把次数 放在什么继承器啊 Cl Move Cl 这个是 小循环次数 1 次数 上面的呢 是四个十六斤之数字 是要循环次次 是要循环次次呢 为了得到一个B1 B2 B3 它都要左移次次 是吧 这个是左移次数 好 我们用这个循环指令 R Rotate BX Cl R 没有C 就表示 R循环指令 L是左移 所以 左移四次 左移四次以后 Mov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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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左移 再把BL内容送到AL 里头去 然后我们给它截一下 AND AL 0F H H 所以是左移 刚刚左移的四次 这个是左移指令 送到AL 再接下来 接下来呢 就实际上是 嗯 嗯 罗七尺吧 第四位 无论是数字0到9 还是A到F 高四位肯定都是0的 我们给它接下来 接下来以后 ADD 30H 不管它数字 还是0到F 都给它加30 就是 这个是转换成 阿斯克玛 C给它加30 加了以后 你还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B9大 Compare AL 3AH 加了以后 就是说 是不是 与 9加1 相比吧 是不是大于9 如果是小语的话 就直接写 JAL Display 这个是 如果小语等于9的话 就是转写式 直接就写式了 假如说是字母 就是数字 假如说数字A到F 那么就应该 再加7 ADD AL 7 如果是0到9 直接Display 如果说不是的话 大于 这个3 9 3AH的话 那么就再加一个7 好 我们这个下面呢 就写式了 这个你可以少写几个也行 Display 不一定都写完整 怎么写式啊 那就用几号功能调用 二号功能调用 被显示的字符应该送到哪里 送到DL 现在在什么里头 在AL里头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呢 Move DL AL DL里头 送的是 带 写式的 字符 然后用二号功能调用 AH 二号功能调用 Now INT REH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 B1 B2 B3 B4 已经转换好的 显示了 我们这小循环 中间的Rotate 完了以后 大循环 怎么循环 这就是DEC CH 因为个数 大循环次数在CH里头 是吧 这个里头 我得到一个 16进制数字以后 8CH 个数 J1 JNZ 如果说 4个都没有 没有得到的话 继续去循环 完了以后RET 这个程序 就为 二锦子 BEN I HEX ENDP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子程序 这个地方呢 应该一个 入口 入口的参数在BX里头 已经是 一个 二锦子 数 二锦子 已经在BX 情况下 就可以用这个程序 把它转换成 四个 16进制数 也没什么问题 是这样呢 就 虽然简单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下面再讲第三个例子 要把 E2 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这个 写了一个 回车换航指程 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们想做这件事 要把键盘 敲进去的数 直接转换成 四位 16进制数 那么我们敲一个 转换成 16进制数 转换出来呢 为了避免 不要叠在一起 所以要回车换航 所以第三个 很简单的例子 叫做回车 换航 指程序 那么这个呢 可以叫CR ALF 给它取个名 Clock Yeah 怎么回车换航 你们说 回车换航 本来是 就是 是一个动作吧 也可以在 显示器上 显示出来 叫 Move AH 2号功能调用 INT21 这个就是回车 回车服 它的 ASKMAS 0DH 你把0DH 送到 这个 DL 在2号功能调用 在2号功能调用 就会回一下车 从 这个地方 跑到头上 然后还换航 再把 0AH 送进去 DL 这个就是换航服 然后也同样的2号功能调用 INT21 这两段 就是回车换航 止程序 RET 回CRLF ENDP 这样呢 我们也知道 如何来编写一个过程 过程叫止程序 这个是最简单的 两段程序 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程序 就是把前面三个合成一个程序 就是直接从键盘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要求在 写示器上写示出来 而且还能回车换航 我们如何把这三个程序合成 就是三个程序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程序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第四个例子 就是键盘输入键盘输入了一个十进子数字 然后呢 依16进子形式 显示在下梯上 我们也要求写成这个 也可以给它取个名 也可以写成一个过程 组程序吧 我们这个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程序给它画一个框架 非常之简单 就是这个就叫它组程序吧 然后调用这几个子程序 程序就出来了 我们这次开始 有树上画成方的 这个就无所谓了 先调用 就连着去调用就行 调用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DECIBEN 就是去靠这个子程序 这个是 十进子转换成二进子的 然后再调用 回车换行 你可以看看效果了 然后再继续调用 BIN二进子 再调用二进子 转换成十六进子的 再回车换行 你可以编出 其他的这个程序来 是吧 这个就到这 我们最简单的就这么说 所以往往组程序 有的时候很简单 子程序都编好以后 就这么着做 那么 你这还可以变一变 这个实际上就 进入死循环了 是吧 你可以给它到什么时候出来 还可以加点 输入的提示信息 敲入的什么 就是写着一个什么东西 出来都可以的 那么这个 这个程序 组程序呢 我把它写一下 就很简单了 这个叫 DECIMHEX 这个程序的 组程序的名称是 十进子数 转换成 十六进子数 segment 然后呢 你可以用模型化程序设计 你们就不要什么段子 就写一个 CSDS 这个就一个段 这个段 不一定叫code 我现在给它起来 别的名字都是可以的 就是DECIMHEX 这个把这个 二进子转换成舍进子的 这个段名 付给CS 然后呢 我们这组程序是 main 可以proc 用个发 远过程调用这个组程序 然后呢 repeat 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做一做 二就是 刚刚的框图 扣扣扣 不断的去调用 子程序 扣 DECIMHEX 这个是十进子数 转换成二进子的 是吧 十进子转换成二进子的程序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键盘 敲进去的十进子数 调用一下刚刚讲过的 都会转换成二进子 然后回车换行 因为你这个 敲进来的在键盘上 你可以让它回车换行自己 再去调 二进子 变成 X16进子 这个是把二进子 转换成16进子 转换成 所以你把过程编好 子程序编好 然后再去 call 你看有没有必要了 jump repeat 做程序就完了 main EMDP 所以 这个 这个是一个大的程序 底下写什么 底下就是 一个一个子程序 我就不写了 就是第一个子程序 第二个子程序 第三个子程序 紧接着这个写下来 写完以后到最后 就是 我再写几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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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最后呢 EX ENDS 当然这个是CRF ENDS 过程一 过程二 过程三 所以主程序紧跟着三个过程 最后呢还要 因为有这个头 主程序的名 主程序的名 ENDS 最后END main 开始执行 是这样 我们就把几个子程序介绍以后 写一个 主程序 下面呢 我们再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 这已经讲了好多的 子程序和代码转换 我们第二个 那个 第二部分的题目叫 多重循环程序 来讲一下 这个 来不及讲完了 提出来 如果说这个 PPT 我给它弄出来以后 你们一讲 就过去了 你就记不住是吧 写一下啊 所以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的多重循环 所以它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 书上呢 也有 就是跟书上的179页上的 第472 有点类似的 179页上 第472 第472 这就叫做冒抛法排序 我这个根数上呢 有点 冒抛法排序 所以我们编程啊 一会就是代码转换 价格称除 排序 然后呢 还有一些 程序调用 嗯 这样的一些那样 现在我们这个例子 跟它不 做的方法不完全一样 比如我们有一个 代符号树 再讲一下 例 假如我们有一个 五符号树吧 树上作业的代符号树 都给它去掉 有没有简单点 做五符号树 有一个 五符号的树树 如果说代符号 你就要判断一下符号 比较麻烦一些 这是 12 7 19 8 24 一共是 共 5个元素 一个素组 一个素组 既然要求呢 就是要给它排序了 那么首先应该把这个素组 存放到 在 listcast 的 的 单元中间 嗯 要求排序 按 按 嗯 从大到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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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你们的成绩排序 嗯 可以排除 n个元素 啊 那么 比较简单的办法 就是 反正两个两个笔 嗯 如果说 比如说你们这 也 越烈的同学 两个两个两个笔 反正 把最大的 排到后面 下次再两个两个笔 再把 嗯 再排除一次 这就简单的 他是为什么要冒跑法呢 嗯 如果你们有十个同学 第一次 两两相比 最大的就排到后面 最大按什么最大 啊 跑得最快的 排到后头去啊 嗯 那么第二次 最大的已经出来了 就不要比这么多次了 是吧 可以少一次 十个人 先比九次 第二次 找出第二大的 就要八次 第三大的 就要七次 就是每一次 比较少一点 主要是这个思想 然后呢 我把这个思想 讲一下 程序可能就是 那个 那我把这个分析一下啊 譬如说我们的原始 字符串 是 十二 七 十九 八 二十四 原始的 那我们第一遍比较 我们一遍一遍的比 那就这两个比 十二跟七 大的在前 小的在后 而这个是十二在前 七在后头 不要交换 次序对的 再把这个七 跟十九比 要交换 所以这两个数比 就要判断一下 是否要交换 大于等于 不要交换 这个时候 应该交换一下 把十九放到前面去 七还是放到后面 七再跟八 比较 要交换一下吧 七排到前面了 所以呢 还要交换 八放前面 七还是放后面 七再跟二十四比 又是要交换一下 八二十四放前面 七呢 二放到后面去是吧 因此呢 第一次排了以后 可以找到一个 第一小的七给它找出来了 只能找出七 这个次序就不能排 就是找出最小值 找出来了 第二边比较的时候 那么我们照次办理 就是要比 那个都是凉凉相比 那十九拍到前面要交换 他这个十二二十四 八 七 所以呢找出了第二小的 八 八 所以找出个八 然后 要比几遍啊 这是第三遍再比 第四遍 比 这个下一次呢 是找出来 十九 二十四 十二 八七 然后是二十四 十九 十二 八七 也就是 也就是 每一遍比较 只能找出一个最小的 嗯 所以这找出一个 下次呢 找出一个十二 嗯 然后呢 这个十九 都找出来了 就排好了啊 因此这个五个数比较的时候 就要进行 N解一遍 是吧 四遍 嗯 所以呢我们 这样是大循环次数 四 这个大 循环 N解一遍 没有时间了啊 嗯 然后呢 我把这个写多少算多少吧 这就比较麻烦 因为很难正好在下课的时候写完 所以这个就是多重循环 嗯 嗯 凉凉相比 但这个就很简单 关键在于 比较的时候 第一 一共 N解一遍 没有问题是吧 然后每一遍要比较多少次啊 第一遍是N解一次 四次 是吧 第二遍 三次 第三次 第三遍 两次 最后就行了 所以关键要让这个次数变少 所以以前无论是讲汇别语言 还是高级语言 都要讲到冒泡法排序 那么我们就讲到这儿为止 下次把程序写啊 嗯 谢谢一下